各位同學 各位菩薩 今天非常榮幸得到金國偉居士到來簽佛寺為我們講佛學 依據我認識金居士 名華居士要我將金居士歷史介紹 我知道的 我就對大家講 我已經離開香港23年 所以之前我對金國偉居士未認識 後來師傅每年做生日 或者是為佛教籌款 為佛學院而捐款 捐錢 但每一次回到香港參加這些聚會 都見金居士不遺而歷 當詩儀唱佛歌 來到座慶之詞到場 金居士亦都是我們師傅的歸依弟子 今天能夠得到金居士來 我們是非常之榮幸 我所知道的 還有金居士在香港 是因為盜別人吃齋了 吃素了 所以他都是開這個素食館 每一天都在素食館 是帶開發言 所以很多人都是得益不少 在香港一般來說 金居士貢獻都是非常之多的 在這裏我多謝金居士 金居士他的弘法 到哪到哪裏請名華居士介紹 好嗎 好嗎 多謝各位 各位法師 善信大德 你們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很得到 歡迎法師的慈悲 能夠請到 我們的大師兄 金居士來到這裏 給博士盡的簽佛寺 和大家結一個法願 今天金居士要講的講題就是 善證雙修 這個題目就是 之前來講的比較新鮮 很少人會講到這個題目 我們今天很開心 會請到金師兄和我們開示 正義 歡迎法師介紹了 金國衛居士 除了是一個很資深的藝人之外 他在80年的時候 已經是鑽研這個佛法 對佛法是很有研究 能夠利用很簡淺的言語 將佛法深深的義理 很清晰地向大家介紹 那除了在香港運佛之外 金國衛居士還去中國大陸 馬來西亞 聖亞波 澳門 等各地 是雲洋我們的正法 為什麼我要講雲法 雲法是要正法呢 因為 這個位居士所講的雲法 是全部是符合佛所講的三法印 是登陣下去 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 很值得我們向他學習 我們現在熱烈的掌聲 歡迎金國衛居士 謝謝 我們去開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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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歡迎法師 法原法師 宏城法師 宏駿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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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位好同學 大家好 其實 我今天來到美國 今次講是我第一次 來到美國 上午我們在觀音寺 也和大家結了一個法源 我今天絕對不是來開示 因為我是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都是如來的學生 在宏駿法的道路當中 所謂四中弟子 我們都有一個責任 就是在末法時期 和一些很想聽 如來正法的朋友 我們一起 恭敬地 分享 如來的教法 那麼 我來到 千佛寺 我感覺 因為 早兩天我來到 我就已經好像回家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在二十幾年前 因為時時去赤柱監獄 即香港有一個監獄 很多犯人想聽佛法 我們就去那裡講佛法 說了兩年之後 那些犯人要歸醫 那麼 主辦單位 就請了永昇法師去歸醫 那麼 我就 聯同那些犯人 一起在赤柱監獄歸醫師傅 所以我們經常問 師傅 你記不記得我去哪裡歸醫 他說你在赤柱監獄 我當然記得了 那麼 我們跟師傅 感情相當好 師傅 有慈悲煌 之稱 那麼 同著我們 我們 有些師兄 和他一起幾十年前 來美國 又去 雲義法師那裡 那麼 我們一起去過西安 去過很多很多寺廟 那麼 師傅上人 他本身 整個法相 莊嚴都不得了 和他一起 他行得又快 簡直是明星一樣 去到哪裡 你個個都頂禮他的 那麼 因為他收得莊嚴的相 是很圓滿的 那麼 我每一次 葡萄學會 有些什麼工作 例如 一個共簽針法會 那麼 有些佛曲的演唱 籌款 會慶 那麼 我作為弟子 就是不敢偷懶的 師傅吩咐 我就一定去做的 那麼 也都有參與 葡萄學會 很多的活動 那麼來到這裡 我感覺到 好像在異鄉當中 也好 都好像回家 一樣 因為這裡 都是老師的道場 也有 官研發師 帶領著 我們一班 學佛的人士 一起去認識佛法 練佛 參禪 種種的法會 接引更多的人 歸醫三保 那麼我今天也很開心 能夠來到這裡 和各位 我們說在美國的 佛友們 連友們 有恩緣聚會 一起分享 如來的法 我是相當之興奮的 在這裡 其實要多謝一個 穿針引善 他說自己 直直無名 沒有功勞的人 但是沒有他搞不成的 就是李德寶師兄 李德寶師兄 我們給點掌聲 其實我跟李德寶師兄 是不認識的 但是他在香港之後 認識了我 大家都知道 都是同樣拜 跟李德寶師兄 和永鮮發聲門 座下的學生 同學們 電話聯絡之後 他就很想邀請我來 我們在紐約 和波士頓 在費城 還有在多倫多 也有一個演唱 順便 我說 德寶師兄 你安排其他道場 我們如果有需要 我就很樂意 千萬不要開市 因為我們都是學佛之人 我們只是分享一下 大家對佛法那種領回 希望能夠有少少啟發給大家 對用的 我們說是投石 紋路 拋磚 就是引玉 這樣解釋 希望大家互相在交流方面 去認識佛法 我自己 因為可能我是電視藝員 我所講的我的表達方法 我都會用一些 好像做節目 做電台節目 電視節目這樣的方式 聽起來 會比較活躍 但是可能會比較平實 但是莊嚴 可能不夠法師 聲助說法 那種莊嚴 但是各有不同的效果 希望大家 透過以下下來的 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一起很恭敬地 去分享一下 如來的教法 那我的題目是怎樣定 其實 在觀音寺當然是講觀音菩薩 今天我們已經分享了一些 觀音菩薩的一些 佛經裡面 他的由來 他的名字 他的大願 和我們的關係是怎樣 我們如何和他溝通 跟他學習 學習什麼法門 今天都講得比較詳細 而 在這個千佛子 我們定的題目 為什麼會定這個 禪靜相收呢 首先我會問一件事 德布師兄 這裡有些什麼 平時的修辭法會 他說又有打禪七 有沒有打禪七 這裡有些禪七的法會 又有念佛的法會 咦 我說 這個也好 禪七當然是講禪 念佛當然是講靜 即是求生西方極樂淨徒 這兩件事在很多時候 很多佛教徒當中 都好像無法把持 不知是禪好還是正好 因為看全佛教 最多時有十三個宗派 每個宗派 由不同的大德高僧 透過他們對佛法的認知 用他們所領會的方法 來教導和他們有恩怨的弟子們 有些是經論的 有些是慈戒的 有些是念佛的 有些是參禪的 當中來啟發 雖然法門有很多 但往往會令到很多人 好像進入了白鎮圖 當中 不知他們之間的關係在哪裏 又不知是參禪好還是念佛好 還是指貫好 或者是律宗好 很多宗門 反而對我們有些 後世學佛的人 產生一些混淆 或者是不清楚前路的現象 所以亦希望透過這次的講座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因為一講禪 好像被人感覺很抽象 有人說過禪是一種幽默 禪是一種空氣的清新劑 生活的調劑品 有些人說禪是很高深的 要慢慢參與 要誤的 要打破統帝 見性覺誤的 到底佛陀是怎麼講禪呢 世間靜坐有很多類 那些算不算禪呢 到底世間各類的禪定 meditation 或者冥想 和如來所講解脫的覺悟 有甚麼分別呢 我也很想透過這次的講座當中 和大家深入一下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有好像三藏十二部經 好像很複雜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細心去分析的話 原來它不離三大類 只要你明白這三大類法門的實意 你就對佛法很容易會清楚融通 在我幾十年來 四處去講經、弘法、分享佛法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就搞了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 如果大家一會想要 我有一個卡片給大家 bddc.hk 佛教法音傳播中心 這個網站裏面 其實有超過一百個小時的視頻 有這樣的講座 有字幕的 都是以廣東話為主 有文字 亦都有 有video 有mp3 甚麼都有 裏面可以說 清楚將釋迦牟尼佛一生的說法 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首先要知道 修行一定有個目的 如果我們萬無目的去做 你是很難成就的結果 比如我學佛 好像我們今天講的 殉佛 我們問四個問題 甚麼叫佛 你是人我是人 為甚麼我跟你不叫做佛 釋迦牟尼佛才叫做佛呢 到底佛有甚麼智慧 我們沒有 佛有甚麼能力我們沒有 我們一定要知道 你拜一個人為師 你要知道 你的老師的長處在哪裏 好了 第二個就是 為甚麼我們要把生命交給佛 佛有甚麼厲害 值得我們要相信 你一定要知道 第三 我們叫佛弟子 我們叫佛台做本師 釋迦牟尼佛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的老師 教過甚麼法門給我們 如果你不知道 信佛夢查查 到底你學了佛三十年 你知不知道 老師教過我們甚麼 食斋 不只是食斋 那麼簡單 拜佛 為甚麼要拜佛 知道嗎 要知道這個原理 好了 到底我們每天 怎樣做人 才算是一個佛弟子 基本上 我講佛法是講四個問題 在整個佛法當中 我就將它分開 三類法門 你一定要知道 三類法門 你分得開 你對於世間法 出世法 乃至世出世間法 你就不會混亂 原來佛對著一切凡夫 為圓滿他們的願望 就講一種法門 圓滿他們 離苦得落的慾望 我們凡夫 不會想成佛 亦不會想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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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 你保佑我 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 你保佑我 但是 是否你一求一拜便會沒有 答案 未必 有些有福力 一拜一拜 增長福力 滅業 那當然有很多東西都離開 但是有很多惡業重的 他必須要改善他的壞習慣 於是佛教我們 要命、因果 要知道所有苦難的來源 是源於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行為 源於我們的心量 我們的心量 源於我們的喜悟 如果我們的喜悟是錯的 經常做殺生偷盜邪人 妄語飲酒的話 我們一路做下去 就會被這些壞習慣捆綁住 就是我們習慣做壞事 你是不會做好事 你將來的果報就會永遠痛苦 失去很多快樂 如果反過來 我不殺生就去放生 我不偷渡就去報師 我不邪淫 我守禮尊重 我不妄語 我言語正直 我不喝酒 我常覺不迷 那你這個人 不得了 你就會所做的事 會越做越好 原來 所有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的前路 都是由自己雙手去開創 不過我們不懂 所以要跟佛學習 佛菩薩就教導我們 要明白宇宙間因緣果報的演變 然後我們在當中受用佛法 嚴格要求自己 改變錯誤的喜好 建立正確的習慣 然後創造美好的將來 這種法門 我們全部歸納了 叫做世間有違法 因和 我明白 原來佛法這個世間有違法 叫做識像世間 識 識 即是識門 世間的現象 又叫做事法界 佛法第一個範疇 是指導一切凡夫眾生 嚴慈五界 歷行十善 於是他們便可以離苦生天 或者念佛求生淨土 佛國 第二類 那種叫做出世法 佛不是對普通人說的 佛道五比丘 佛道外道 因為當時佛修行時 累劫修行 三大柯生其劫 跟著如來修行的很多修行人過去 已經淪入外道 貪真癡迷 佛要韓服他們 所以帶引他們行黑化園 折服外道的我慢 自正其意 收三十七座道品 十二因緣 目的是什麼 佛就告訴我們 原來佛覺悟了 盡知宇宙虛空一切的真相 這種如如不動的智慧 佛說 一切眾生 本自具足 你有 我有 所有眾生都有 為什麼不顯現 因為每個眾生都執著 這個是我 昨天的我 今天執 今日的我 明天執 明天的我 上一世執 上一世的我 下一世執 下一世的我 以此連綿 無有窮盡 所以淚劫長迷 永處生死 這就是一切眾生生死的因 怎樣才可以 好像如來一樣 原來他說 約來妄想執著 你要將自己的妄想 自己的執著 當下淨化 就會顯現 好像如來一樣 不生不滅的智慧 這種智慧 要不要學 不用學 叫做無私智 這種智慧 是不是要練回來 不用練 它自然有 叫做自然智 所謂無私智 自然智 同時拒然 這一種 純粹在精神上 心意上 靈性上 做淨化 做 purify 這種 不是在行為心願上 在精神意念上做淨化 這種叫做出世間解脫法 兩樣東西 世間法 理智 諸惡莫作中善奉行 諸惡莫作中善奉行 無情的 好了 你一違反因果 你自己作惡自仇 仇福 你就沒有人擋到 你自己欲向人天福 但出世間法 善與惡 都是幻化 一出就沒有 我們要放下 不思善 不思惡 解脫 各誤 好似 精神本來染癒的 而達到淨化 所以 無論三十七座道品 到最後一定是 靜念 靜定 靜為 做 purify 這種覺悟 我們叫做 透過淨化的過程 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 禪 所以 一說禪 我們不可以對凡夫說 凡夫不知 凡夫是染的 禪是甚麼 禪是無染 無染的淨化過程 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禪 禪 禪詐 翻譯過來叫做止 叫做淨 叫做淨 是慢慢 purify 淨化的意思 當然 有逐步的淨化 叫做禪詐 有一悟即悟 叫做車摩他 菩薩 剛剛 第三類比較深 就是自覺覺他 我已經覺悟 但我不是治療 我還要覺悟一切眾生 使命一切眾生 就像如來一樣 究竟覺悟成佛 以大勇猛心 大悲心 大怨心 但是常覺不迷的智慧 名為般若 入於一切胃土 於過去現在 將來行一切善法 而無染 一切環境 這種 在《袁國經》說 叫做 愚患三摩提 叫做愚患三昧 即是 它是一直在做事 但一直在做事 在《花鹽經》 這種覺悟 叫做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普言十大行願品 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 廣修拱養 隨喜功德 撐富業障 全部都在做事 什麼 長除佛樂 請穿法輪 請佛住世 行順眾生 浮街迴向 念念相逐無有間斷 身軟怨液無有皮厭 為何一個菩薩 一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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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做 將來做 永遠做 但它叫做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因為 般若自照 它不染 所以一切上行 一切善法 皆得 阿納多羅 三秒三菩提 這種三昧 叫做愚患三昧 在《袁國經》 將 薩摩尼這個定 分開三類 第一類叫善拿 第二類叫車摩他 第三類叫三摩撥提 都是定 而 我們一般人世間說的禪 他們到底明明如來所說 叫我們修禪的目的 目的很重要 所以 禪中 他要說 有沒有明師開示 如果沒有明師開示 你又坐 我又坐 大家都坐 大家一起閉幕 不過 大家心想的目標不同 所得的境界 全部不同 有了這個基礎 我們今天便可以進入 到底 為何我們在佛七時 要打七 大家知道甚麼叫打七嗎 即是我們人有六個色 眼耳鼻蝕 身耳色 打 還有一個色 叫末拿色 即是活用我們現代術語 叫做潛意識 潛意識 它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即是我舉個例子 你吃飯吧 你咬了那些蛋 我不知道 你怎樣吞飯 我不知道 總之它是全本能 好像有人駕車 一開著 一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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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 那你怎樣駕駛的 轉了幾個彎 轉了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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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知道 這是潛意識 其實我們人 是被潛意識帶動的 真是意識只是想的 真是做事 是由第七色帶動所有東西 好了 所謂打七的意思 將我們注意眼耳鼻舌 身意 與潛意識 全部清 然後到最後 轉白色 成勝字 四字 即是如來的所謂妙觀察 平等性 成所作 與大圓 當然 在理論上 有很多這些指引 但目的 只有一個 就是怎樣把我們 污染的精神 從而透過一些淨化的法門 安納我們的本心 慢慢慢慢 由有學 有依靠 有法 逐漸令到 無學 無法 無相 無怨 空 達到三三枚 都是一個萬念歸一 一念化無 這個過程是這樣的 純粹是精神上 靈性上 做淨化的 一定要知道這個體系 凡夫的 一定是世間化 異成修行 求解脫生死 求見性 如如來一樣 顯現這種不生不滅的智慧 一定透過Purify 一定 透過淨化精神 吾染世間 好了 大乘菩薩 吾染了之後 再進入塵奴 再結集一切的煩惱 再生起慈悲 以四攝法 暴施 愛欲 離行同時 入於一切世間 廣作眾生 不請之有 廣作方便 予以化道 但當中 菩薩會否染這個世間 不染 染這個人 叫做有四相 不明菩薩 金剛經說 染離一切相 而行一切善法 皆得 阿納多羅 三秒三菩薩 當然 這是大乘菩薩的余幻三菩 好了 今天我們要談 在我們生活當中 日常生活 我們在 不修方面 我們的目標 如何設定 設定目標 和唸佛 唸佛 唸佛 為何我們要唸佛 唸佛原來就是 終於攝取西方完美的極樂國土 因為相應這四十八大宏願 能夠三根普攝 利頓傳收 宇宙虛空 一切世間 一切國土的眾生 只要他發願 如來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一一會 以他的大願力 接引我們 能夠得生淨土 按照眾生的根基 而顯現出 九品年花化生的品位 但無論你是下品下生 乃至邊地受生 決定一生承辦佛事 所以淨土的方便法門 亦是難順之法 桑衍西方寺 我們師傅 永清上人 一生推行念佛 都是教化眾生 如何以信願行 與彌陀的大願相應 在我們一生 嚴謹地 可以收集三福 勤集三福 所謂以念佛 效仰父母尊敬師 掌嚴詞皆幸 諷仲大乘 勸進行者等等 這些法門 來利益眾生 目的是甚麼 希望所有眾生 能夠得生淨土 得生淨土的好處是甚麼呢 原來得生淨土 你都會圓滿釋家如來 在世間教導的禪修 所謂五間五力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請問大家有沒有讀過 《阿彌陀經》 當然有 在極樂國土 是誰為你宣說的 原來不是阿彌陀佛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的福力 見不到佛 佛就現種種的雀鳥 鸚鵬白鶴舌利 孔雀 加寧憑其共命之鳥 出和雅妙音 其音演唱 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眾生文者會甚麼呢 皆生念佛 念法 念憎之心 留意一下 都是得正定罪 在極樂國土的人 全部自自然然得正定罪 得禪定的 不用學的 這是甚麼 將彌陀的願力 淨化我們 我們在這個世間 能夠得問如來 這麼多殊聖的法門 一對凡夫說的五界十善 二對異成人說的淨化精神 乃至對大菩薩說的 種種方便 道生法門 原來我們一念阿彌陀佛 所有法自然成就 原來禪政可以一齊雙修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一落於中門的比拼 我們便離開如來的教法 所以在今日我們的分享中 我們都是以佛經裡面的記載 典籍裡面的記載 和大家抽絲剝繭 去探討一下 到底世間的禪 和如來所說的禪 有甚麼分別 然後我們在禪的過程當中 如果按照如來所教的話 我們達到甚麼的結果 甚麼的效果 然後在我們收淨土的時候 可以發願求生西方淨土 可不可以求現世間 我們現世禪定成就得正圓通 原來都可以的 在48圓當中 我引了幾個圓出來 是講述 他方行沙界外 有任何修行人 欲願修禪定成就的圓通 你念阿彌陀佛 都能夠圓滿的 不可思議的 好了 現在我們有少少的出場嘴 之後 開始進入我們的講題內容 OK 今天我們主要所講 就是為大家解釋一下 甚麼叫做禪 世間都有叫做禪 我們叫做外道禪 野狐禪 甚麼禪都有 功夫禪 甚麼禪都可以的 但跟佛陀所講的禪 有甚麼分別 佛陀為何要教授弟子修行禪定 或者禪定波羅蜜 禪定和禪定波羅蜜不同 禪定是解脫的 波羅蜜多 是對菩薩說的第五種波羅蜜 所謂布施慈界忍辱精進 第五種叫做禪定 第六種叫做般若 禪定 可以是外道的禪 可以是意誠的禪 可以是菩薩的禪 到底他的分野在哪裏 甚麼叫做靜 甚麼叫做靜土 佛陀為何要教授菩薩 教授弟子們修行靜土法門 目的在哪裏 如何能決定得生極樂靜土 順願行